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然我认为苹果是值得这个销量的 那还是说我一点我很开心 我觉得一个优秀的产品得到市场认可 大家还是用脚投票 我相信很多苹果的消费者跟我的理解是一样的 真正优秀的产品就是你看我一直是在推荐这辆车的 它就是做的好的 这个级别它对于其他车辆来说就是一个降维打击 全新的这个电车底盘 包括这么大的空间 那我们之前已经说过太多的话了 我觉得不用再说了 它就是我认为在入门电动车市场里面的双强之一 而且更加偏向于家用化 它的销量也侧面证明了 我们看小车的眼光确实有一手 就是这样子 然后我写了很多东西 在我手机上 不好意思 我们是用手机写的 因为很多数据嘛 我们刚刚写了蛮多的 整体上我觉得月销能破2万 对于50来说是个巨大的肯定 他们接下来要继续充销量 然后这个车现在热度也很高 特别就我自己来说 因为我们不只是B站博主 包括微博上面 我们的粉丝量都比较大 我们还蛮受欢迎的 非常棒 B站也很受欢迎 谢谢B站老铁 接下来是我自己算 事后诸葛亮 也不算诸葛亮嘛 因为我们之前也分析过他去的产品力 那我觉得我们从他的销量结果来看 我觉得是能分析出为什么能买得好的 是有原因的 让我自己写了几个点 我觉得这几个点也是我们工作室讨论的结果 我跟胖球之间 我们聊了一下 我觉得第一个是产品定位 我觉得产品定位是比较重要的 那宾果整体产品定位我觉得非常合适 那在6到8万元区间这个级别的产品 其实没有一款车像宾果那样这么完整的产品 只有8万多有一个对手 其他的基本上没有了 第二个是大空间 我觉得大空间是他在这个级别里面 入门的电动车里面 完全没有对手的存在 包括他的后备箱 我觉得直接能放硬耳车 不用折叠 包括他的内部空间 包括很横向的空间 我都是认为宾果在这级别里面 就是相对于传统的有改电 是一个碾压的存在 我觉得这个级别很多人是需要空间的 不是说我到了B加级车 我空间本身就很大了 其实就跟我说PCI一样 B加级已经很大了 你只是跟汉去比 它稍微小一点 但是实际已经很大了 那在这个级别里面 很多车有改电的 它就是后排很小 后备箱就是很小 没什么好说的 我觉得第二点 大空间也是他主要产品里 而且同级别没有 然后第三点是高颜值 大家还是觉得宾果好看 那我觉得买车 那很多东西你不一定能用出来 但是外观好看难看 还是直接能看到的 我觉得宾果在这个级别里面 哪怕我现在试到了更多的事 我都是认为它在低价位电动车里面 相对于那些有改电拉皮的车来说 是真的好看 而且是很均匀的流线性 我自己是很喜欢的 第四点我要说一下 就是说安全性 那很多人会对此有所意义 那我这边简单说一下 你说安全性是怎么看的呢 最好的还是找主流的测试机构来撞一下 这样子最直接 你说单平一两项配置就能说这个车安全或者不安全吗 我觉得是不行的 而且宾果的龙式车身加高强度钢的用料比同级别对手 我觉得也是要高的 大家可以去搜一下 宾果用了多少高强度钢 他们对手用了多少高强度钢 在这个级别里面 宾果是属于用的很多的 然后整体的车身也更大 照道理讲就是溃缩的空间也会更大 我觉得这都会影响到安全性 所以我觉得宾果在这个级别里面是值得推荐的 它确实在这个级别里面 基本上属于没有什么短板车 我们试下来我们也很满意 所以基于以上的四点 我认为如果说你在这个级别去选车 宾果确实是个绕不开的选择 而且是基本上非常优秀的存在 所以它才销量会那么好 但因为大家选来选去还是宾果好 就是这么回事 然后我们把事先拉到整个维度 其实我觉得武林基本上把入门级市场已经吃透了 就是我们说的红标它也有 银标也有 现在还有宝俊 从我觉得最入门的纯家用车开始 一路到比较高级的现在宝俊要去做十多万的车 我觉得武林就是深耕这个入门级市场 我觉得非常的棒 我们如果做一个十到十五万元区间的一个购买推荐的话 我觉得武林一定是榜上有名的 包括很多人现在还会有人来问我 很多人认为A00级的销量现在正在下降 整体在下降 大家都偏向于A级车了 那我是认为A00级里面如果说现在有消费者来问我 要买个纯粹的入门的代步的120公里的车型 我还是会推荐五零红光迷你 因为它就是保有量最大 然后配件最便宜 网上你能买到的升级套件也更多 你可以去搜一下 五零迷你的那个第三方的改装件非常非常多 满淘宝都是满 拼多多都是 非常非常多 这也是其他品牌 或者说其他的车型 同一类的A00级没有办法到达高度 因为它有巨大的保有量 你可以改装成任何东西 包括甚至有专门的电风扇 有很多120公里续航的车型是没有空调的 确实是五零四有部分消费者 去买这个纯代步的两万九千八的车型 那它也是能买到很多的改装件的 比如电风扇 比如说一些舒适化的东西 包括整个仪表台都能改 包括旁边的扶手 改的东西非常多 大家去看一下 再加上巨大的保有量 维护成本非常低 mini依旧是在这个级别里面的 毫无问题的霸主 就是这样子 然后Bingo现在又拿下了 我觉得六到八万元区间的霸主 那接下来我是比较期待云朵的 我需要云朵到时候给一个非常棒的价格 我们一直在跟武林厂里面说 能不能云朵也出一个盖中盖板 我觉得很多人需要长续航的大空间的 然后相对于Bingo来说更大尺寸的 包括五座车型 我觉得云朵是能完成的 我希望武林如果说你们在看我们这个视频 我希望武林可以听听我们的意见 给一个安全备置完整 其他舒适配置可以降一降 然后给个400公里 这么大空间 我觉得其他方面不做一也可以 我真心希望武林可以听听我们的意见 希望出一个相对来说 能够拉低售价的云朵的版本盖中盖板 但是不要缩水安全配置 这样子 也是我对武林的点期望吧 整体上Bingo恭喜 做的不错 非常的棒 希望保持这个势头 他们现在也加配了 我觉得很少有企业在这么短时间内 能够倾听消费者的意见 去改变车辆产品的配置 我觉得干的漂亮 我不会在乎人家怎么说 我是认为一个厂家这个态度 就是对的 我觉得只有真正在倾听消费者的意见的企业 特别是造平民车 要更多的倾听消费者的意见 我最后做一个总结 我觉得一个优秀的品牌 一个优秀的工厂 真正在倾听消费者 他还能走得更远 现在很多厂家 其实有在闭门造车 那我觉得武林完全不是 武林真的有在倾听消费者 想什么 你们的需求是什么 包括我们的邹总在微博上 经常跟网友互动 我觉得互动率很高 而且基本上你们在提什么问题 他都有直接回答 很少有企业的老总会发长文 不停的说他们的产品的想法 他们的下一步步骤 很少有这么亲民的做法 我觉得这样子是一个好的典范吧 我是这么认为的 我觉得任何一个企业 任何一个媒体 包括我们自己 都有巨大进步空间 我觉得进步无止境 我觉得像我们节目 那有很多缺点 有很多不足 那我都认为人非圣贤 那我们有缺点 就是我们还有进步空间 我们一直对自己也是这么说的 再努力的进步就好 就是我们节目的观点 不断进步 我是星巴 如果觉得我还讲的不错 希望大家帮我们点赞 评论转发 这都会对我们有特别大的帮助 如果你要有什么问题 可以给我们留言 我们每条评论都在回复的 我是星巴 拜拜 然后是后备箱的事情 他们50的主要宣传特点 就是它的大 为什么要说大呢 就是说空间表现 在这里我要讲一下 我们之前已经做过 那个里面的空间编区的超市 他们准备了很多东西 往里面放 然后我们也没想到 整个购物车上下都放满的 可以直接全部堆进去 那确实空间表现是特别的厉害 但是我要说的一点 很多人会觉得 为什么说这个车要讲究大呢 很多人可以回看一下 我当时做海豚那期的时候 我说过一件事情 就是我觉得海豚的后备箱太小了 我当时是原话就是 我觉得第二排座位 可以稍微小一点 不用那么大 作为家庭的第一辆车 或者唯一的一辆车 后备箱要稍微大一点 我觉得海豚的后备箱有点小 那我不知道是工程师跟我一样 想法还是怎么样 但是我觉得是一举同工 我觉得冰果跟黑猫白猫 包括好猫之间最大区别就是说 他们在想方设法的做大空间 这也是为什么我单独来讲这个事情 我觉得很多人是第一辆车 或者说家里面会拿冰果当主要的车 大后备箱对于很多人来说 是实用的刚需能干更多的事情 我觉得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我说实话 第二排空间 你能不能翘二郎腿 对很多人来说实际上并不一定有用 但是后备箱大 你真的可以拉不少东西 我打个比方吧 我们浙江有很多那种个人工商业户 比如说我朋友拉户 放放东西 从A点到B点送点小货 它都是可以放的 这个大后备箱能在日常生活中很大用处 我之前说过这个座位 实际上放平以后 不是很大吗 为什么它没有完全做平呢 做一个平面好了 就从里面放出来 把下面那一部分空间隔开来 直接隔开来 就直接不要下面流空这么多 那我说很简单的事情 如果说你有家庭的话 你就知道某些推车是不能直接收叠成很小的 你推车里面会有东西 可能是不完整收叠 那如果说你这个底面是比较深的 那个推车是完全不能折到位的 你这样子如果是比较深的后部空间 你可以直接把那个推车放进去 你就不用收折了 这就是深的大内凹的 这种深的储物空间的作用 我觉得这比小型车在第二排 能不能敲二郎腿重要的多 对于绝大多数消费者来说 我是作为消费者去考虑这些事情的 而不是说为了宣传口径 我觉得大空间 我拍海豚那期大家就可能会知道吧 那么早之前的视频了 我都觉得后备墙是重要的 因为我知道一家人就一辆车 是个什么样子的状态 就是这样子